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Learn with Lime Alvin 我是这个导师Clemmen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Private Pilot License 里面的Navigation Component 在PPL里面,Navigation 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 所以在以下来的Episode, 我们有一系列的影片 都有关于如何安全地由Point A Navigate 去Point B 在进行一个Navigation exercise 之前 可想而知都有十分之多的东西需要准备 我们都会先讲解用到不同的工具 大家可以在桌面上看到我们有不同的地图 都是有关Melbourne会用到的 之后我们就会讲有关我们飞的时候会用到的两国器 地图或者Flight Computer 它们所有都是有关Aviation的 接下来我们都会带大家看到有关Aviation的天气 例如有GAF Graphical Area Forecast 或者TAF Terminal Aerodrome Forecast 去带大家解码和阅读天气报告 之后我们就会用ERSA去看一看我们会去到的 Airport的Inbound Outbound Procedure Radial Frequency 甚至是Circuit Altitude 或者Overfly Height 大家可以看到飞龄地图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VTC Visual Terminal Chart 是尺度最大的地图 所以会显示到更多的细节 但是覆盖的面积会比较少 所以VTC 是较适合用于进出机场 也是这个原因 只有大机场才有VTC 比如说Melbourne Sydney 或Brisbane 等等 不单是这样 它也会显示到有Radial Frequency 和Air Space的Boundary 如果看到有不清楚的标志 都可以回到第一页里面的Legend Page 去看那些标志是有什么意思的 VNC Visual Navigation Chart 的尺度就是较VTC小一倍 覆盖的范围更加大 所以就比较适合是Navigation 所以VNC涵盖的面积 其实是不足整个澳洲的10% 大家就会看到 它也会显示到有Air Space的Boundaries 有不同的Air Space 有Class Alpha Air Space Class Charlie Air Space 甚至乎看到Muraming Class Delta Air Space 不单是这样 它也会显示到Air Space的Upper Limit 或者Lower Limit是多少 也会显示到不同的机场的Frequency 也会看到更加多的路 更加多的细节 比如说是山麦 框场 城市等等的细节 都会看到的 WACK 就是World Aeronautical Chart 它的尺度更加小 覆盖范围的面积更加大 如果将所有WACK 放在一起 是可以遮蓋整个澳洲 而当VTC和VNC 覆盖范围以外飞的时候 就会用到WACK 大家可以看到 WACK的特别之处 就是它覆盖范围非常大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显示的地势能力非常好 看到Gray Dividing Range 是由不同的颜色显示出来 由最左边最深色的啡色 代表地势越高 最接近蓝色 代表地势越低 或者最接近Sea Level 就会看到 在Melbourne的东北面 都是比较多山脈 但Melbourne本身 是一个平原 因为是用白色 去显示出来 黄色的地方 代表在City 因为在夜晚看的时候 就会有灯光 就像黄色那样 不同的紫色圈圈 代表不同的机场 大家就会看到 Murabin 就在这个位置 蓝色就是代表海边的部分 那大家就会看到 白色和蓝色交界的地方 就是Melbourne的coastline 就是海洋站 地图上面也有更多 不同的feature 比如有风车 或者有矿场 然后地图上面看到 红色的线 就是不同的路 而黄色的线 就是周济的公路 如果在地图上面 找到有不清楚的标志 就可以重复地图的正下方 有个Legend 去表示不同的标志 的意思是什么 大家就会看到 在VAC上面 是没有air space boundaries 和frequency的 所以如果要air space boundaries 和frequency 就会提供ERC chart 到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PCA chart Planning chart Australia 它这个 chart 会显示到 整个澳洲 有不同的机场 和不同的boundaries 有助令到 我们知道 我们飞行路线的时候 会用到的area QNH 到最后 当我们有得到 所有的data 和资讯之后 就可以写在我们的Flight Plan Sheet上面 在Flight Plan Sheet上面 都有不同的column 我也会和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column POSN 就是Position 就是我们去到不同的waypoint 之后就有ELSALT 全名就是Lowest Safe Altitude 这个是有关Night VFR flying 如果是Day VFR 就可以不用管了 ALT 就是altitude 写回我们的plan 会有飞多高 TES Tru Air Speed 如果我们飞Diamond DA40 我们的plan Tru Air Speed 就是120 TR 就是我们的track 我们会用两个器 去分析我们飞的track 是多少角度 W V 就是wind 和velocity 就是风向和风速 HDG 就是heading 就是计算了风向之后 我们飞的角度是要飞多少 才能保持我们的track GS 就是ground speed 就是地面速度 就是地面速度 当我们飞120nm Tru Air Speed 的时候 再计算了风的风速 之后我们地面行走的速度 会是多少 DIST 就是distance 就是飞行距离 ETI 就是Estimated Time of Interval 这些就是由Point A 去Point B 所需要的时间 PLN EST 就是Plan Estimate REV EST 1 就是Revised Estimate 1 和Revised Estimate 2 ATD 就是Actual Time of Departure ATA 就是Actual Time of Arrival REV Fuel 就是Revised Fuel Margin 在flight plan sheet的下面 就是Left Tank 和Right Tank的部分 作用就是要显示 飞机的油缸里面有多少油 在flight plan sheet的右手边 就有arrival data card 就有不同的boxes 可以给我们写回 我们会去到的机场的frequency ATAS frequency Elevation Circuit height 和overfly height 也有空夹可以给我们画机场出来 去知道机场的形状是怎么样 在最后就是我们的Fuel Calculation Plan 而我们稍后也会讲到怎么用这个plan 当所有的data都写在我的flight plan log上 我们可以计算到我们飞行的时间会是多少 然后就可以用我们的Fuel Calculation Plan 在右下角这里 去计算到我们飞的时间会用多少的油 然后可以依应回我们会用多少的油 又进入多少的油 一般然我们都会用Fuel Tank 当飞机已经入满了油之后 我们有足够的缘油 我们就可以出发去进行我们的navigation exercise 当你intraktor给了飞行路线给你之后 第一步就是可以将飞行路线在地图上画出来 假设飞行路线是Moravin 去Latroy Valley 去Leon-Gatha 回到Moravin 首先就可以在地图找这几点出来 如果在地图找不到的话 就可以用Ursa去找回这几个不同的机场的那一页 去看到他们的Lad Long 就知道可以在地图上 我们画地图的时候 都由最大的地图画到最小的地图 由Wag开始画 又画VNC 到最后才画PTC 我们找到我们的机场之后 就可以开始将机场的中心 连上另一个机场的中心 当我画完我们的飞行路线 在Wag chart之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在Leon-Gatha 飞回到Moravin的时候 犯了一条线 是会直至穿过Turinan Airport 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机会 如果飞到路线的话 就会overflyTurinan 而这个方式是不推荐的 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 直接去 由Leon-Gatha 或去Karam 就是我们飞回到Moravin 跟Inbound Point 就可以避免overflyTurinan 把飞行路线画在Wag之后 就可以画在VNC 和VTC 可以画飞行路线的同时间 都可以在我们的Fly Plan Sheet上 写下我的飞行路线 第一个方式上 就写下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Moravin YMNB 第二点就是YLTV 第三点就是YLEG 第四点就是CARR 然后最后就回到Moravin YMNB 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在Lattroke Valley 会做Full Stop的关系 我们在Lattroke Valley之下 会架行 然后再写多一次Lattroke Valley一次 以示我们会在Lattroke Valley 做Full Stop 在地图上画了飞行路线之后 就可以用我们的间尺 和两角器 去量度飞行距离是多少 和飞行的角度是多少 首先我就会用鸽鸽去量度 由Moravin 去Lattroke Valley 机场的距离 也都要注意鸽鸽上 有不同的刻度 去应对不同的地图 现在我用VNC 我就用中间的刻度去量度 我得到的Distance 就是66个Nautical miles 我就会在Distance那行 写66 miles 之后就可以用量角器 去量度是多少 用量角器量度的时候 要注意量角器的边 和地图上面的方格是平衡的 我得到的就是大概是102度 那是不是就代表我可以写102度 下去的Fly Plan Sheet 那又不是的 因为我们地图上面所显示的 是True North True North 和Magnetic North 不是同一个点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个地图的Magnetic Variation 是多少 大家就会看到 在这些的紫色线下面 就穿过了我们的飞行路线 写着12 degree East 那因为它写着12 degree East 我们要将我们 measure了的102度 减12度 所以我们实际上要飞的角度 是090 如果Magnetic Variation 是West的话 就代表 我们要加那个Variation 那我写到Fly Plan上面 那就完成了一个Lit 那我现在就会做其他的两个Lit 当得到所有Distance之后 就可以将它们全部相加 然后就在最顶顶的部分 Total Distance 那在VTC或VNC上面 都有不同的Air Space Boundary 那关接到我们的 就是绿色的Boundary 就是Melbourne Air Space的Boundary 的转接了 因为在Melbourne Center的Air Space 都有不同的Frequency 那为了令我们自己 会记得我们要转Frequency 我们也会建议大家 在我们的Pilot Note上面 写下在哪一个Position 下要转Frequency 那大家就会看到 包装Morabin的绿色范围 的Melbourne Center Frequency 就是135.7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这条Flight Plan 当我们是 在我们左边 这个湖就叫做Cardinia Reservoir 我们要转Frequency 去123.35 去到第二条Green Line 就要转第二次了 我们就会 阿边一个Township 叫Yaragon 而转Frequency 就需要转到124.0 也都是继续到Melbourne Center 那Latrop飞去Liangartha的时候 又会再转一次Frequency 由124.0 转到123.35 这个转换呢 就会发生在 当我们经过了一个Township 叫Murboo North 由Liangartha飞去Karam 当我们经过了Turalin 就会转到我们的Frequency 去135.7 当完成量度了角度和Distance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面画 Ten Mile Marker 技巧就是 由我们出发点开始 每Ten Mile 都画一个小小的marking 在条线的左和右边 都画每边各5个Nautical mile的线 然后再在每一条Ten Mile Marker上 写上数字 第一条是Ten 第二条是Twenty 如此类推 直至整个飞行路线都完成了 那就OK了 画完Ten Mile Marker 之后呢 都可以画回Ten Mile Radial Core的记号 只要在我们去机场之前 Ten Mile画一个标志就可以了 接着可以画上Halfway Assessment Point 这些Halfway Assessment Point 对比较长的飞行路线是特别有帮助的 譬如说在Murabin 去Latroy Valley 会飞上66Miles 在33Miles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画一个标志 可以代表我们现在是Halfway Point 当完成以上部分之后呢 我们的Flight Planshade 就应该会有不同的Position 有我们的Track 的Degree 还有我们的Distance 下一步呢 就是去看我们的天气 去决定我们飞的非常高度 是多少 那我们今集就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想问的话 就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 不要忘记 去Subscribe 我们的Learn to Fly 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给我们的Like 又或者可以去Follow 我们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Page 我们下次再见 FlySafe